《亮剑》的剧情里面 李云龙死后的十年被平反 在他的追悼会上出现了三个老人 这三位老人都是军人 一进门就喊老首长 一个是段鹏 另外两个是谁呢 《亮剑》这部电视剧是很火热的 很多人都看过 在剧情里李云龙领导了一个团队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 他是一个很有血性的军人 敢打敢拼 在作战的时候非常勇猛 在电视剧里李云龙最后背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然后故事就结局了 但是李云龙的性格很火爆 很容易就生气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 是很难继续受欢迎的 因为很容易得罪人惹祸 在小说里面 李云龙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他因为保护军火库发生了战斗 最后被捕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再出去 就在监狱里面自杀了 他的妻子紧接着也死去了 让李云龙绝望的是赵刚夫妇的死亡 而丁伟被下放了不知生死如何 所以他很没愤从而自杀了 十年后 李云龙得到了平反 他是无辜的 喜庆烂冤须 他的儿子已经成为了少将 但是在李云龙的平凡追悼会上 出现了三个人物 这三个人的出现一进来 就喊李云龙老首长 可见李云龙曾经是他们的首长 新中国城立后 李云龙成为了福建的军长 他没有参加抗美援朝 因为他要随时带命去攻打台湾 切放台湾 在这个时候 他组建了一个小组 叫做梁山飞队 这个小组都是由精英组成的 战鹏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 这个小组曾经潜入过金门 但是后来因为李云龙的死亡 这个小组就解散了 小组的成员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另外两个人就是林汉和梁军 他们都是梁山飞队的成员 他们出现在追悼会上 不仅表明他们是怀念李云龙 还代表着李云龙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字幕志愿者 李云龙